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进行突围行动之前 拥有上万名武装分子 集中在哈马省北部和伊德利布东南部地区 准备对旭俄联军发动进攻 但是旭俄方面却先发制人打响了第一枪 向叛军集结区发射了大批导弹 火箭弹和炮弹 其中包括云爆弹这种大威力弹药 据悉旭俄军方提前得到情报 大批叛军日前秘密进入了非军事区 准备在联军的包围圈上 集中优势兵力打开缺口 从而打通伊德利布和外部的交通线 但是旭俄方面抢心不发难 对叛军进行了无差别的轰炸 造成了大批古装分子伤亡 消息称还有美军顾问混在其中 也未能逃脱 在遭到了密集攻击之后 目前叛军部队已经从外地区撤退 丢下了大批尸体以及重型装备 而旭俄联军则承受追击 控制了多个战略要地 报道称在此次进攻中 和军再次动用了POS-EA配火坦克 抢叛军的前线阵地 发射了大批银落弹 在削辣的程度中 这种攻击力几多次离弱 从崩毁过叛军的进步攻势 可以说是一种压箱底的决战力气 但是波波坦克有个缺点 就是射程太近 一般只有6到8公里 因此并不适合远程打击 只能进行近距离的 无差别火力覆盖 而此次面对密集的叛军武装 POS-EA配火坦克 无疑是大有用之地的 也在战斗中迅速取得了弹联战果 由于威力巨大 西里亚军方十分羡慕 TOS-EA的超强火力 即可在7.5秒内摧毁一座村庄 或者较大规模的装甲鸡群 但是俄军只援助了 续军少量喷火坦克 因此续军效仿这款战场力气 研制了一款国产版的喷火坦克 及格拉1000超重型火箭炮 该火箭炮采用了T55坦克 或卡车底盘 安装有一部三连装的500毫米火箭炮 能够发射超重型火箭弹 在此前多次战斗中表现出色 行为力对叛军造成了巨大的震慑 对于苏短续军的作战 做出了不可谋逆的贡献 而在续来冲突性稳生后 需要方面也能集中更多的 攻击武器投入战场 这对于叛军武装而言 不一定是个坏消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